大家好,我是秋子 我们今天准备做一个蒸脚瓜 这个东西有的地方叫脚瓜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叫它西葫芦 今天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菜 先剁肉末 拍一些姜末 马上切点葱末 家里种的葱太大了 现在开始调这个肉末 加入盐 放入少许鸡精 加入一点蚝油 倒入点生抽 倒入一些生粉 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现在要准备切这个西葫芦了 横刀切 切成均匀的薄片 我们在锅里面烧热水 加入一小勺盐 然后把切好的瓜片 倒入热水里面 给它烫两分钟 两分钟了 先把瓜片捞出来 马上放到了凉水里面冷却 咱们现在可以开始包肉末了 我们的盘已经摆好了 现在打入一个鸡蛋 现在可以拿到锅上蒸了 我们现在调一个料汁 加入三勺生抽 一勺蒸鱼籽油 来一些鸡精 来一小勺辣椒油 哎呀 不掉了啊 马上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浇上来 好了 我们的角瓜蒸肉末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漂亮的一道菜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秋子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见 油好烫啊 下期见 4 爽 7 9